当黄金周南京市民和前来南京游玩购物的外地游客表现出了旺盛的消费力 根据南京市商务局的统计 八天时间里南京商家共进涨74.4亿元同比增长了两成 那么南京市民以及游客的钱都花在了哪些地方呢 进入今天的新闻发布厅 八天黄金周长假期间 南京各大百货商场客流量达到平时的两倍 来自南京市商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 监测的28家百货企业实现销售11个亿 同比增长了14% 其中南京新百同比增长72% 德街广场增长超过21% 黄金周期间几家家电卖场都卯足了镜头进行促销 各品类家电销售翻番销售额攀升至历年最高纪录 尤其是高端平板电脑和手机特别受到消费者青睐 像这个3C手机我们46寸以上的这种平板电视的销售 这个异常火爆 包括像这个新的这个iPad 我们的iPhone 5销售都非常的好 据我们五星电器的销售 它每个小时 它的这个新的iPad销售都能达到600台以上 比如说我们的iPhone 4S的手机 一小时的销量超过1500台 长假期间南京市商务局对静香和科项等 六家具有代表性的农贸市场进行了监测 粮油蔬菜价格总体平稳 惠名蔬菜截日期间共销售了208万公斤 据我们对这个10种主要这个蔬菜这个价格的监测 同比下降了5.99% 另外南京市20多家重点监测超市实现销售额4.63亿元 同比增长19.56% 增幅大大超过去年同期 江苏陈氏频道为您报道 8天的长假 使劲的出油 可了劲的花钱 就跟那逮不着的一样 这说明什么